趕快錄完可以吃雞 大家好我是陳語 在酒吧中以一位帥氣的異國帥哥邂逅 似乎是偶像劇中最浪漫的橋段 但今天的故事中有著浪漫邂逅的兩人 卻因戰爭不得已分隔兩地 當他異國帥哥歸來時 卻是另一起傷痛的開始 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西貢小姐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在南方的一個國度 正發生著可怕的戰爭 北方的人民軍正攻向南方的共和政權 美利國正幫助他們抵擋北方的人民軍 而這共和政權的首都名為西貢 在西貢即將淪陷的前夕 西貢一間專門迎接美利國軍人的夜總會 突然人滿為患 這間夜總會的主人是一位法裔的皮條客 大家都稱呼他為工程師 所有美利國士兵都知道戰爭 大勢已去 西貢即將淪為戰敗之地 因此想在離開這個美利之地前放縱自我 工程師也是算準了這個商機 因此在當晚安排了盛大的節目 讓這些軍人可以和年輕的封城女子 一同享樂狂歡 在眾多封城女子中有一位清秀的女子 名叫金 今天便是他落入封城的第一天 夜晚很快就到來了 夜總會的節目也正式開始 這時有一位名為克里斯的陸戰隊員 與朋友約翰來到了夜總會 想喝杯酒懷念一下駐紮西貢的生活 沒想到正好遇上了這次的活動 這次活動是所有的封城女子必須在這群軍人前 騷手弄姿 爭奪西貢小姐的稱號 得到稱號的女子 可以成為當晚在場的美利國軍人 抽獎的獎品 他們認為這代表有機會離開這個戰亂之地 前往美利國過上好日子 因此這些落入封城的女孩 無不死處渾身解數 為了就是奪取西貢小姐的稱號 當那名封城菜鳥金出場時 他那便扭卻天真的氣質 吸引了克里斯的注意 從那刻開始 即使眼前的姑娘穿著再火辣 再波濤洶湧 克里斯一刻也無法將眼神 從金的身上移開 最後有一位名叫起奇的性感舞者 奪得了稱號 他請求著抽中他的軍人 將他帶去美利國 卻被一口回絕了 起奇對著軍人一陣哀求 讓這位軍人相當惱怒 就讓夜走會的氣氛尷尬了起來 但克里斯身旁的約翰 發現朋友的眼睛 始終沒有離開年輕可愛的金 便前去尋找皮條客工程師談架 為朋友克里斯買下了金的出業 工程師收下約翰的錢 便轉身向金說道 你運氣可好了 第一筆生意上門了 可要滿足人家 金雖然不情願 但他依舊走向前 向克里斯自我介紹 在浪漫的氣氛下 克里斯先邀金一同共舞 突然克里斯從口袋 拿出一堆鈔票想要交給金 並向他說道 你不屬於這裡 快離開這醜惡的地方吧 收到這麼多鈔票的金 突然嚇了一跳 鬆開了抱著克里斯的手 這時在一旁一直關注 這兩人的工程師急忙上前問道 大哥啊 怎麼了 是服務不滿意嗎 克里斯連忙表示自己相當喜歡金 於是兩人便進到了房間 在夜深之時結束了金的出業 當金熟稅時 克里斯望著他稚氣的臉龐 雖然這位美麗國大兵 痛恨著此地戰爭的一切 但這時卻著迷於眼前的西貢女孩 他抬頭向上帝質問道 為什麼 您在我臨走前 才安排我遇見這女孩 上帝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大聲的質問啊 似乎吵醒了熟稅的金 克里斯又拿出鈔票想要交給金 但金拒絕了並向他說道 我父母都去世了 我很孤獨 這是我第一次與男人同床共振 但我感受到愛 克里斯聽完便聯繫的向金告白 於是兩人開始甜蜜的相愛 克里斯開心的打給好友約翰說他要請假 如此一來才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女朋友 但約翰認為克里斯瘋了 因為北方的人民軍已經逼近 美利果已經開始遣返人員 想在西貢淪陷之前撤軍 克里斯不回到軍隊 無疑是早死 但克里斯哀求約翰為他拖延一天的時間 約翰也只能不情願的答應了 克里斯急忙去見皮條客工程師 想要未經贖身 但動起歪腦筋的工程師 想從這筆生意中撈得一張美利果的簽證 原來當時許多人都想隨著撤軍趁機逃離 克里斯生氣的拒絕了這項要求 還拿出了軍用的武器 威脅了工程師 最後金便以賣生器上的價格重獲自由 許多封城女子聽到了金淑珊的消息 都為他感到開心 還為克里斯和金舉辦了簡單的婚禮 在兩人的婚禮上 一位名叫碎的男人衝了進來 原來他是金的父母生前為他訂下的丈夫 看到有人用來爭奪自己的娇妻 克里斯大聲說道 這美麗女孩是我的 還準備拔出武器要上前決鬥 金上前攔住了克里斯 並向碎說道 我父母親都去世了 這小時候的婚約也該無效了 聽到這句話 碎生氣的說道 未來總與封城女子的感情會好 你們遲早會分開的 說完便離開了 克里斯為了安撫金 便向他承諾即使自己要離開西貢 也會帶金一同離開 這時一旁響起一首名為 世界的最後一晚的無趣 兩人便相擁共舞 沒想到這真的是兩人世界的最後一晚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便來到了三年後 這時的西貢已經被攻下 而這個國家也被北方的人民軍給統一 這時的碎是新政府的官員 他命令手下將那位皮條客工程師找來 工程師躲過了戰火火了下來 但投機的個性依舊未改 他願意服從新政府的命令 便接受了碎的任務尋找失蹤的金 原來金被克里斯獨自留下 和兒子一直生活在平民窟中 但他依舊深愛著自己的外國丈夫 深信有一天克里斯會回來拯救自己 和兩人的孩子 沒想到先找到自己的居然是工程師 工程師將金帶到碎的面前 碎向金說道 我已經找你三年了 那外來總已經離開了 我將正式娶你為妻 金拒絕了碎的求婚 還將兒子介紹給碎 沒想到碎發狂似的拔出武器 說我眼前的母子兩人是國家的敵人 並企圖要奪去孩子的性命 為了保護孩子 金掏出了克里斯留下的武器 向碎扣下了扳機 並展開了逃亡 金帶著孩子逃回到工程師那兒 原先工程師害怕惹禍上升 拒絕了金的求救 沒想到在聽到克里斯是孩子的父親後 態度大幅的轉變 他想將這孩子當作自己取得 美麗國簽證的籌碼 便將這孩子收為甘執子 三人便登上其他難民偷渡的船 逃向了另一座名為曼谷的城市 在遙遠的美麗國 克里斯的朋友約翰正在一間 替戰爭混血而尋找美麗國父親的機構工作 克里斯也前來拜訪約翰 約翰告訴了克里斯金還活著的消息 這讓克里斯十分開心 這幾年他一直做著金在戰爭中上升的噩夢 如今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但接下來約翰提到兩人的孩子 這讓克里斯皺起了眉頭 原來克里斯在美麗國又娶了新的妻子 妻子名叫艾倫 這孩子的存在會讓兩人 好不容易得到的安穩生活變得複雜 但約翰依舊催促著克里斯前往曼谷探望金 在一番掙扎後 克里斯決定把金的事情告訴了妻子艾倫 於是克里斯、艾倫和約翰三人決定一同前往曼谷 這時的曼谷工程師淪為脫衣酒吧皮條客 而金則是酒吧裡的舞女 約翰打聽後走進了金工作的酒吧 見到了金和工程師 金見到了約翰相當的驚訝 聽說克里斯也在曼谷更是欣喜若狂 約翰原本想將克里斯再會的消息告訴他 但看見金對克里斯的執著便不忍心說出口 則是向金說道 我向你保證會把克里斯帶來的 他便離開了脫衣酒吧 而工程師也讓金去尋找克里斯的下落 當金踏出酒吧時 碎的鬼魂突然出現 恐嚇說克里斯將會和西貢淪陷的那晚一樣一氣金 瞬間金的思緒 彷彿又被帶回槍林彈雨的那一夜 當克里斯和金做好逃離西貢的準備時 克里斯突然被召回保護大使館 只能留下一把軍用武器給金 要金趕緊收拾行李隨後跟上 沒想到克里斯踏入大使館之後 便接獲命令搭上最後一班離開西貢的直升機 即使金在大使館外大聲吼叫 也換不回這最後一班飛機 自己的情人終究離開了自己 金停止了回憶 依舊下定決心要尋找到自己的外國丈夫 便穿上當初與克里斯結婚的那套服裝 經過一連串的打聽 終於找到克里斯下他的旅館 但當他打開房門 看到的竟是一位金法碧眼的女子艾倫 艾倫只能告訴金 自己是克里斯在美麗國的合法棋子 聽到真相的金相當的難過 這時約翰和克里斯回到旅館 看見了正在爭吵的兩個女人 艾倫向克里斯問道 你究竟要選擇誰 現在就要給個答案 克里斯在金的面前發誓 自己愛的是妻子艾倫 但會從美麗國祭前照顧金和孩子兩人 聽完金一言不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在房間中金告訴孩子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你現在有爸爸媽媽了 他們會照顧你的 便悄悄的走到蓮子後面 用克里斯留下的那把軍用武器 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聽到了槍聲的克里斯等人 衝進了金的房間 燕燕一息的金向克里斯說道 神帶領你找到了我們的孩子 請給我最後一次的擁抱吧 說完便在克里斯的懷中咽下最後一口氣 西貢小姐是由克勞德米歇爾薰伯格 與阿蘭鮑伯利共同創作的一部音樂劇 於西元1989年在英國倫敦首演 這齣音樂劇與貓、歌劇魅影和悲慘世界 並稱為四大音樂劇有相當高的成就 而這西貢小姐的故事 其實是改編自普希尼的歌劇 蝴蝶夫人 上回我們也說過蝴蝶夫人的故事 大家可以點擊上方的資訊卡去看看 這則故事被設定於20世紀中期 持續了20年的越南戰爭 由共產主義支持的北越 統一了受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南越 而今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認識了美軍克里斯 跟蝴蝶夫人的故事一樣 都維持著西方人愛上東方女子 最終拋棄對方的故事架構 但西貢小姐中的西方男子 是因為女子的純真和悲慘背景 而產生拯救對方的使命感 展現出西方人權威想拯救東方人的形象 或許顯示了些許種族角色的偏見 除了種族外 關於美國夢的幻想 又透過了工程師這個角色來呈現給觀眾 這等等的象徵意涵 讓西貢小姐這個故事 有更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我是陳羽 我們下回再見